台股指数目前跌25点 但现在进行5分钟撮合 台股今天开高 但是最后却在震荡走低当中回测 那还好守在五日线以上了 现在在17500点下方 量的部分今天估计大概有3800亿 早上靠的台积电的拉动 台积电早上还是有涨个18块的 所以今天股价最高有到638块 但也留一点上影线 那反而连电涨多拉回 现在是回到平盘还好啦 就目前持平70块钱 但有些个股则出现比较明显的涨多拉回 像今天的伟权电啦 新唐啦 智元啦 还有创围啊 这些个股就拉回一些 回到平盘下小跌或震荡 跌比较多一点的是新唐 还有包括永德 这两档个股 那新唐部分跌了7% 永德刚刚一度跌停摆 上礼拜很强的 我们可以看K线图上 上周强势 今天居然一黑 吃掉了前两根红K棒 修正的压回 这也要注意的 现在会不会又是一个垃圾盘 就是拉台积电 指数呢向上 让大家感觉好像 台股好像歌舞升平很好的 但是有很多个股 涨多拉回 要不然就是持续蓄弱 只有万这个所有的主木焦点 都只在台积电身上 所以这样的情况要怎么看待 这样的盘式健不健康呢 这个礼拜台股的部分 要碰到的是 这周公告9月营收的 这个营收 8月营收的报告 刚好是这周要公布 应该都不错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续涨 但是如果就只涨台积电 但是却拉东出西 这样的盘式会不会还是有 要提防小心的地方 怎么看待 请到的是胡玉坛胡分医师 好了 凯明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没有错 这个垃圾盘 应该是多数的 散户投资人比较不爱的 因为台积电大部分的持股 都在外资手上 那其他持股都跌的话 大部分投资人 可能今天最近的 或手上持有的 今天都是这个盘下的格局 那至于这个盘健不健康 原来我觉得像上半年 台股再涨 唐基电没有涨 大家也没有觉得什么 所以这个地方 台积电的补涨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因为上半年台积电 都没有涨到 资金有点转移 而且现阶段的盘式的 主导者很明显 就是外资 因为从外资的成交比重 买超 散户的当充量 再从新台币的汇率来看 这一波就是外资的力道 去买超这些权重股 尤其就是台积电 把台股往上做一个拉升 所以很明显就是外资的盘 那至于说这些 内资比较偏爱的 很明显的 你去看航运 因为过去航海王 上半年最热门的 这个成交比重 占比最高的族群 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成交比重 很明显是下降的 甚至这三档的 货柜航运的技术现行 尤其现前最强势的万海 都已经跌破季线 那其他的两档 阳明长龙 都已经有点做头的修正 所以这个人气已经退烧了 很明显就跟过去 我们所分析的一个逻辑一样 利多都推不太动股价的话 那利多已经实现的情况之下 反而要小心 股价涨不动的一个修正压力 会比较大 那再来利空笼罩的是在面板 所以你看到 面板双弧 有达群创的部分 或许今天好像有点 收脚的下影线 不过其实K线的形态 日线的架构来看 就是一滴还有更低 真的不知道底部在哪里 虽然先前我们谈到 有天井投资人 还是适当的减码会比较好 当然很多人说 抱到这个位置点了 砍不下去 真的说实在话 也很难砍下手 但是这没办法 有时候市场就是这样 趋势走弱的个股 有时候真的就是 反弹的力道就是很弱 所以同样像面板周边的驱动IC 敦泰 天狱 联勇 你看他们的日K的形态 还是不断的一个破底 所以原则上这块利空比较多的这个面板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还是先避开 那原则上这个部分我觉得更要小心 就是投信的作战跟结账 举例来说像是MOSFET的强帮 强帮 强帮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 其实股价当然已经走落了一段时间 不过你去对照这个投信的筹码 很明显 大概是最近 大概可能8月底9月初开始 比较转为积极性的卖出 你看台办的部分 这个季线跌破了投信连续性的转卖 这个部分我觉得会给你投证 稍微去留意 有一些涨多的个股 投信已经结账了 那4919的新唐上周五是小卖 那今天可以去观察 如果盘后见到投信是卖超有千张以上的话 那要小心 那很有可能 我觉得新唐在这个地方 投信提早获利下车的可能性是有 因为它从7月份开始买 买了两个月了 股价位阶这么高 所以在高档投信 有点开始转卖的个股 你要留意 那刚转买的 我觉得反而是9月份有机会 你看像通波基板的连帽 投信是大概上一周才开始转买 整个均线的形态 有点底部刚刚打完的味道 股价刚站上所有的一个均线的一个架构 而且8月营收表现也不错 也是创新高 再来你可以看到 像是这个波纤沙波纤布的 5340的建融 也是一样 上礼拜投信开始转买 所以日线的形态 也有打了一个V型的感觉 那当然今天受到整个台股的影响拉回 不过可以去观察到 回这五日线的一个地方 应该会有一定的支撑力道 如果说投信在这个9月份 刚开始转买 类似像建融这种个股 未来还有这个5G的一个题材加持 尤其他的一个大股东 有这个日商的一个技术奥运的情况之下 类似像这一种投信刚转买 然后技术线型刚从底部上来的个股 反而是很有可能是9月份 投信会把资金从高位阶的个股 转到这种最近刚买进的 反而可以多加留意 好 刚刚讲到了 这就是投信的这个作杖效应 是不是已经开始启动的味道 像二极体MOSFAY 有这个投信结杖的压力浮现 所以这几天强茂 还有包括台半这些个股 出现震荡回测 有比较明显的这种修正 那投信才刚刚上周在买的呢 能不能够续强呢 我们看看投信上周最爱股 锦硕 奇红 另外有中钢台积电大成钢 这还是今天上涨的 个股也有富邦金 富邦未来车 还有金红 虽然今天金红稍有回测平板 涨多拉回 联电也是涨多拉回 那投信上周最爱股的部分 今天续强的在上一页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了 叫锦硕拉 还有包含了像奇红散热股 那电子股之外呢 传产股就是中钢啊 好 如果今天还涨的话 这是不是可以安心续报 甚至还有续强空间呢 怎么看 好 没有错 如果说真的是强很强的 载版三雄 我觉得算是一个 特别可以留意的族群 因为真的买气很强 尤其从今天的格局可以看到 南电新兴紧烁 原来它三家的操作 我觉得都还蛮雷同的 因为产业结构很像 然后抽码面秘也蛮雷同的 那我觉得很强 原来是说在今天的股价 都还能够写下波段高的话 那代表说九月份 应该还有好戏可期 那载版的一个基本面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了 不管是法人的报告 甚至公司派的法售 都认为这种ABF 甚至BT载版的部分 未来这几年 整体是供不应求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操作 就以技术面为主 因为他们的形态 是真的非常的一个漂亮 所以原则上 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讲 不是鼓励大家去追高 但是如果说你在九月份想要能够选择 比较有机会出现的这些产业的话 载版族群我觉得可以视为一块比较整齐 当然如果载版可以好的话 那上中下游你可以一并做关注 好像是这个比较上游的PCB的同伯机板的 刚刚有谈到的联帽 或者像台光电 其实台光电比较有 也是我觉得算是有点外资比较锁定 同性也有 只是买的没有外资积极 那台光电本身 八月营收公布出来也相当不错 所以原则上下半年展望 我觉得应该也是乐观 而且外资是最近买超蛮积极的 所以PCB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刚好有些又有苹果的一个题材加持 所以说到九月中下旬 我觉得还可以特别去关注 当然就是苹果的S3 市场的口碑 销量 如果说缴出来的成绩不错的话 你可以再去留意到软板 类似像6669的台郡 当然台郡最近的形态是比较弱 投信外资在卖 不过这边可以去关注说 如果说到时候苹果的新机推出 有比较令人振奋的消息的话 这一类的瓶盖股 是不是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足底 我觉得可以是比较乐观去期待 这样的一个表现 好